普安堂是栽造文化、艺术与文化的结合是不可分科的整体 任何单栋建筑或个别的艺术品都不足以代表普安堂的价值 普安堂的价值无庸置疑 完全符合文姿法的五项、五级认定标准 无论普安堂的体育产权属于谁 都属于全民共有的文化资产 普安堂一天后将面临强制拆除 只有文化部依文字法101条才能免于不可回复的破坏 文化部应该要为全民抢救珍贵的文化资产且责乎旁贷 普安堂全群保留、战兵古丁 文化部责乎旁贷 普安堂全群保留、战兵古丁 文化部责乎旁贷 对文化部的这样 目前新北市非常怠惰不作为 文化部也还一直在推 那我们现在临强台已经在文化部前面绝持21小时 那我们现在大家来这边要求行政法院 对行政法院这边对文化部提出一个给付之数 要求文化部必须要立刻来执行文字法第101条 那我们请律师来跟我们谈一下 关于这个部分 我们是目前升起要起诉以文化部为被告 要求依照文字法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01条 由这个文化部带这个新北市政府带处理要占定古迹 那我们同时在这个诉讼中 我们要求另外两个附带保权的处分 一个是保权证据 就是要求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他们能够裁定保权证据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夾处分 先做一到这个文字法第17条 进行一个夾处分 那先暂定为普及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地状的一个诉求与目的 好,谢谢那个普及情律师 那我来请陈建宜老师来谈一下 其实最近台湾这几年来 各地的地方政府不作为 而行政部门 地方政府不作为状况 那文化部其实也继续摆烂 我想提醒一下就是 福安堂不是个案 它是我们目前各古迹现场 风火连天的其中一个例子 今天对应整个福安堂的例子 事实上也是我们所看到的 不管是新北市或台湾其他地方所发展的东西 我们就以整个淡水河两岸为例 淡水老街也面临了这样的一个困境 我们也看到了 那我们又看到福安堂 那我们又看到了台北几个重要的具有文字意义的现场 这些东西都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例子 那作为一个古迹文字高度的文化部 而且这一两年才开始有新的期待的一个文化的志业的一个政府高度的部门 在对应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竟然完完全全没有任何声音 然后再加上地方政府呢 因为短视检票压力 动不动就用甲都庚蟑螂都庚 毁掉很多的古迹 那目前大台北区 不管是台北市新北市这种状况 处境都非常的危险 那福安堂在最近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农部长究竟有没有这个决心 有没有愿意再看到这样一个大的一个 整个大环境的一个 我们的文字现场 我们的记忆现场 我们的古迹现场的恶劣形势 那这样一个高度的所谓的农部长 这样要关心所谓的文化资产 或者是整个国民素质品质 或文明的一个农部长 你可知不知道 现在大台北或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你的旁边 很切身 非常切身 而且你是可以决定的人 这时候你不能够躲掩掩说 写一篇文章说 写一本书说 你所不知道的什么什么 这个就是你所不知道的 你今天最好好好的认真思考一下 谢谢陈天佑老师 那我们最后请地方居民 王山坤理事长 在这边八祖田 各位记者大家好 今天福安堂这个问题 实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福安堂是一个百年的灾教 而且这个里面有黎英兵的遗住 这个是全台湾仅有的 这个我希望我们文化部要 慎重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应该把国家应该有的资产 艺术的价值应该好好保留下来 不要去破坏它 因为这个是没办法修复的问题 这个很严重 而且这个百年灾教法 有非常含义 它的国家的资产 台湾的资产 我们现在文化部 一定要硬起来 把它保留下来 留给我们后太子孙 一个好的环境 以及艺术价值 以及我们国家的资产的保护 希望我们文化部要慎重处理这件事情 谢谢各位